-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太极新手 今天继续聊泉 我们聊一聊太极泉的命运外称和伪履前顶 还是那句话 都是个人观点,一家之言 不当之处,警权有门批评指正 很多人把命运外称和伪履前顶搞得神奇秘秘 有的还含含糊糊 有的呢密不外传 那么 命名外传和威力前提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呢我们就从人体的生理结构上 来分析一下 看一看命名为什么要外传 威力为什么要前提 这其中内在的原因 纠正是什么呢 这样做有没有科学依据 等等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 极树的一个侧面图 极树呢有四个生理弯区 分别是静区 胸区腰区和底区 这一段是静椎 这个地方是头 面朝这个方向 静椎总共有七块 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胸墙 这一段是胸椎 胸椎呢有十二块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呢 是腰椎 总共有五块腰椎 这个地方是丹田附近 大约 这个位置就是命脉 也是大概第三腰椎的背后 也就是腰区正中间 这个位置 这个这是底区 这个就是底股 底股这个地方连接股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围股 也就是围铝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 这是静区 这是胸区 这是腰区 这是底区 这个就是骨盆 骨盆与底股 在这个地方相连接 然后骨盆通过这个地方呢 就与整个脊柱贯通起来了 这个是髋关节 连接大腿 通过小腿 然后就与大地贯通在一起了 这就是人体的一个大致的股价结构了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从力学的角度和股价结构的角度 来看一看 命门为什么要外撑 维履为什么要前顶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基础的侧面图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净利的传导 什么样的结构更加稳固 和更加能够抵予外力 我们先来看脖子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位置有点直立 它在胸椎这个曲线上 往后折了一下 形成了禁区 很明显这里有个拐点 而拐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最脆弱的力点 如果有一个力从前面来 沿着个方向过来 打到头上 拐点这个位置就最容易受到伤害 这个原因很简单 这个力就是往后掰的一个力 这个样的往后掰 静椎就像棍子一样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掰折了 这个位置基本上 算是一个杠杆的支点的附近 这个相当于杠杆的动力壁 在这个位置承受的力量 是这个位置力量的很多倍 很明显 这个位置极其容易受到伤害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常说的下颗内收或者说内涵 使静椎形成这个绿色箭头 这个样的曲线 也就是沿着胸椎弧线 反向沿长线的这个方向 这样胸椎和静椎呢 就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弧线 中间没有拐点 这样的头部 在这个地方稍微前倾一点 这个方向来的力量 大部分都会沿着这个弧线 顺着脊柱传递下去 从而避免了这个点的伤害 这就是太极拳为什么要求下颗内涵的原因了 这一点在实战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下颗抬起来 仰人头这么实战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早死的节奏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拐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以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比较脆弱 比较容易受到伤害 同时也是尽力不通畅的主要的节点 这些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关键的部位 说到这个地方呢 相信呢 你们应该看明白了 腰椎命眉这个地方 同样是背离了胸椎弧线的一个部位 除了容易受到伤害外 还大大影响尽力从上到下的贯通 使得力量从这个位置 这个红箭头这个方向投射出去 容易使腰椎受伤 或者使人后退倒地 要避免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显然就是把命门这个位置往后拉一下 使基柱形成绿箭头这样子的弧线 这个拐点已经没有了 禁力也就通畅了 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个后拉就是命门外撑 就是要形成一个没有拐点的弧线 避免上海和提高禁力的通透效率 同样的 底区这个位置也有拐点 使得禁力很容易沿这个方向 和这个方向投射出去 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就要围铝往前扣 就是这个位置往前扣 使这个地方 沿绿箭头这个方向 于前面的弧线 形成一个顺滑的弧线 这样 身体的整个禁力通道就完全打破了 这个就是围铝为什么要前顶的原因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是底骨连接骨盆的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宽关节连接着大腿 那么整个弧线就顺滑地连接到宽关节上面去了 然后沿着大腿小腿就与大地贯通起来了 单纯理论上来讲呢 禁力沿直线传递的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人体的结构决定了 禁力在人体架构上传递的进路 不可能是直线 所以呢 只有退而求其次 走弧线 另外 拔身基柱也有类似的效果 这就是太极拳要求的什么 下河内涵 寒凶拔背 明媚外撑 维吕潜顶等等 当然了 不仅太极拳 其他任何的基机 也都应该采取这种架构 无有例外 其实人在出生的时候啊 基柱天生就是弧线型的 只是后来要直立行走 为了保持平衡 基柱呢 不得不变成弯曲的样子 关于命名外撑和维吕潜顶的练习方法 房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窍诀 但是 基本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 好像明白了这些道理 谁都会练了 其实不是 希望全有没有自己细心辨别 这里呢 就不多讲 还有一点呢 有人怀疑 巨大的外力打在骨架上 人体的骨架能承受得了吗 会不会伤了骨架呀 这个呢 就放心了 科学研究宝表明啊 人体的骨架结构 可以承受40倍 这人体的重量 所以这一点基本上是无需担心的 一个人的一拳或者一脚 能够打出普通人体重 40倍的力量的可能性 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 这个视频 再加上前面我讲的 曾经坠走的那个视频 人体的整个骨架结构 大致也就讲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看如何练习和使用了 好了 今天呢 就讲这么多 喜欢呢 那就点赞 关注 分享 谢谢大家